哈喽大家好 欢迎到YA Diary 时间过得很快哦 现在春节和云霄节都已经过了 不过对我个人来说呢 还有一件很重要的大事都还没有执行 那就是今天的主题 我们要来回顾一下2022年的手帐 以及2023年的手帐布置 以及相关的新年好朋友们 在2022年呢 我们一如既往的是使用TN来当成我的工作手帐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封面啊 这边有唱片机 黑胶唱盘 以及手帐的图样 这次主题是从电影配乐来出发的 把自己当成电影的主角 可以想象一下 在经历不同人生的场景时 会搭配什么样子的电影配乐 在翻阅每一个月的配置之前啊 就来听我说说 我个人会遵守的几个自我原则 比方说 有播新闻的日子呢 我会使用三颗印章来能留盖印 等于是每三个月会重复一次样式 另外呢 每一个月的主角呢 他们会按照既定的模式去安排规划 我们就立刻来翻阅吧 我用Windry的七只妹子 喵大的花花 还有纸上旅行的风景转意贴纸 要以一个优雅的氛围作为新开端 这个月啊 明显可以看到上班日有一点点少 所以场景看起来有一点空 那我是用Monaco小花式的转印贴纸来当成主角的 搭配一些风景和花花 这边是用纸上旅行和日头的合作转印贴纸 加上Usagi Prince的复古妹 整体做一个蓝色系搭配 希望可以带来一点清爽感 用阳君和乐意的PET招带点缀 主角是甜蜜生活的碧眼妹子 那特别要求的是 这边用的是我最喜欢的日清香 轮到Windry的妹子 不出意外的呢 我又拿出了妙娜的花花来配合 这两者真是手杖好朋友耶 想说夏天是要热闹一点的 所以用Monaco小花式的饼干兔兔 直接用同一系列的饼干和烹饪设备来点缀啊 就很完美咯 这个月是Usagi Prince的复古妹 还有阳君的节气 想尝试一下时髦的风格 结果最后呢 还是贴得比较满一点点 因为在文博会 第一次见到二日和S本人 所以把他们家出的房屋拿来点缀 结果啊 就成为我一整年当中 最满意的一个月份 Windry的妹子再一次出现啦 这一次我穿插了小行星B610的作品 这个月我缺诊修养 也拿到毕业证书 版面配色简单低调 但是意义很重大 我用Maluko小花式的一份转译贴纸 完成正业的拼贴 在这个月份啊 开始散往疫情解封之后 可不可以有一趟出国旅游的机会 去年认识的品牌Win 它的小动物和花朵 恰到好处的占据这一些空间 再拿点缅大的小花花 和这种小房子搭配 花草又快乐 12月是我的欢乐月 刚好用朋友给我的欢乐妹子当主角 还要送给她很多美丽的花朵 让欢乐月可以有更多快乐的感觉 在几个重要的日子啊 我特别用了一个小鼓咒 要来保佑一下 回顾了2022年呢 那在我的2023年 我有什么样子的手帐规划呢 首先 一如既往的 我还是选择了TN当成我今年的工作手帐 然后我还买了它的贴纸 那因为连续几年下来啊 我使用TN的这个手帐 也是用的蛮习惯的 这次的主题是Traveler's Cafe 这间咖啡店会在哪里呢 TN设定说 只要在旅人笔记本旁边 可以有咖啡相伴 那就是每一个人的Traveler's Cafe了 那我们浅伴一下内容 和过去几年都差不多 继续看到这一本 是我去年就已经介绍过的三年手帐 我当时有说啊 是在2022年或是23年的时候 会想要打开使用 那当然是毫不意外的 我2022年没有打开 那希望我是在今年或明年 就可以使用到它 会特别想到要把它拿出来使用啊 是因为我在逛书展的时候 有看到一些作家的日记出版成书 那种记录生活的方式啊 虽然感觉是有一点琐碎嘛 不过搭配上美好的纹笔 这些片段呢 就会交织成一个很美丽的内容 也希望未来有一天 我可以写出这样子的文字 再来是手帐新朋友 来自喵娜的山野草水彩植物手帐 那因为过去啊 我都是使用TN的比较多嘛 所以这种B6尺寸的手帐 比较没有那么习惯 还需要再熟悉它一下啦 那我们就打开来看看 除了气质花卉封面啊 在雾面书套这里啊 还有一个绿色系封面 你可以按照心情来更换它们 那这整本啊 其他都是使用八穿纸的方便钢笔书写 而且啊 是这种本子可以完全摊平的装定设计 打开来 里面还有烫金小贴纸 以及这一张介绍明镜片 那旁边这种纸张啊 就是麦感纤维夹叶 摸起来手感很好 摸起来也不错 翻开来 会有2023还有2024的年历 再来是年计划和月计划 以及一些空白的笔记页 进入到月份当中啊 月份的首页上 都有绘制美丽的花草 底下会告诉你 这是什么之物 好 翻过来 从月计式开始 都会以这个花草作为点缀 下方可以做成 你想要达成的固定事项的check表 接下来是代办事项页 格数很充沛哦 最后是周记制的部分 记录方式呢 是以时间轴排列的 可以记录到非常详细的内容与作息 那当然如果你想要跳脱框架的方式来书写 也是没问题的 接下来的几个月 也都是这一种模式的设计 每一个月都会有不同的色彩花草风格 很值得去细细品味 那最后的最后 还有一些笔记页 整本的风格啊 并不华丽 是用这些小花小草 营造出一种优雅秀气 而且更为耐看的设计哦 继续要看到的呢 是很适合放在家里面 或是办公室的桌栗和挂栗啦 来自喵达的优雅系植物桌栗 延续刚才的手帐啊 这本桌栗 一样是使用清爽的绿色当成基调 那上方是古铜色的环 楼面小花小草 还有搭配烫金的字样 同样是高级感十足哦 这边还有一张年历小卡 那里面也附了一张年历 稍微看一下内容 这和手帐一样有气质又可爱的花草 这个满满的插画阅历 相对应的地方呢 是系列设计主题所搭配的乐际试格 我平常放公司的桌栗啊 上面都会像薯馒头一样啊 过一天就画掉一天 但是这么美的桌栗啊 我们可不能让它受伤了 原则上 和手帐的12个月份花草 是相同的主题延续 它有一致性 才当你有抽到这份礼物的朋友啊 肯定会舍不得使用吧 第二本桌栗 来自Win的花特条茶花桌栗 看一下这个粉色场景 有一只小美猫躺在花丛中 旁边也是有低调烫金 真的是很可爱又很精致哦 辈妹先告诉你 这12个月里面 会分别有哪几位动物好朋友来陪伴你 打开来会先看到桌栗的主题名称 翻过来还有年历可以对照 好一起来看一下一月 哦是眼睛很有神的猫科动物茶花 以白色打底 旁边围绕着蓝紫色系的花草 把页面展开 一月份的月季式呢 就延续刚才的这种花草色系 整体性的设计非常美好 那接下来每一个月都是相同的配置 你可以看到月季式的插画配色 就是和每一个月的主题一样 萌上天 那这边最后顺道展示一下装定 也是古铜色的线圈 结果这里呢 还有小兔子打招呼 整本的萌感非常的高 只是看着啦 心情就会非常好哦 最后一位新年朋友呢 也是来自Win的作品 是有50公分高的 海报挂丽 这份挂丽啊 方面是用黑色打底的 对比衬托出花团紧簇的模样 整体也是优雅 有气质 简直就像名媛一样的氛围哦 从背面 我们可以先浏览到 12个月份的美好设计 我们来稍微的翻看一下 一月 可爱的小羊和花草 被包吻在莫兰迪风格的 粉紫花卉当中 那下方日期 也留了一些空间 可以让你家住事项 逛在家里面呢 就像是一幅美丽的画作 那二月呢 是以黑色来打底 凸显出动物和花草 下方还搭配这种 很优雅的绿色 其他月份 我们就稍微浏览一下 每个月的设计啊 都是很丰富饱满的 搭配沉稳的色系 画面完全不会有压迫感 每一页我都超级喜欢 那另外 还有一个小巧思啊 就是月历的上下部分 它都有设计丝线 所以呢 你过完这个月 就可以把下面的日期区域 完美拆除 那上方纸才拆掉呢 就可以获得一张完整的海报了 也可以拿来当成素材纸 或是包装纸 不过现在网络上 已经买不到了 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支影片 来品框一下 再来是首杖新朋友 来自喵纳的山野草 首杖睡小别gay 我刚刚真的 等一下 我以为我这样就可以混过去 再来我们要看到的是 首杖新朋友 来自喵纳 我这次快很睡 以上就是我们拖了两个月 终于完成的 2023年首杖规划 还有2022年的首杖回顾了 也欢迎各位分享一下 你们的新年首杖 有什么样子的安排吧 那如果你有任何问题的话 都欢迎留言告诉我们哦 我们下支影片见啦 拜拜